大家好我是小林 每天给大家最新鲜火爆好玩的中国经济的坏消息 人民币炸了 就在刚刚亚洲走盘一开局而已 就马上戳的一声 7.32就是失守了 而这背后主要的原因 就是美元美元实在太强大了 这个超预期超预期上涨 而这背后我们要讨论的就是 中国的这些智库专家 里面这中国共产党完全误判了美元的形式 你说我们一个做油管的 这个在这里说书的误判的也就算了 你作为一个国家 你这请这么多花这么多税金 请那么多专家天天研究什么博士 什么的都清华大学博士 这玩意啊 搞了这么久仍然误判 我之前就已经分析过了 多次强调 中国政府竟然完全寄希望于美元 突然间就掉头向下 来到解决中国的危机 这是完全的一种道路的错误 我现在竟然是应验了 我们好好来分析一下 与此同时我们也是看到 这两天有一个现象 我叫他做什么呢 尬吹 就尴尬 人家是尬黑 他是尬吹 尬吹 怎么尬吹 本来都没有东西 硬生生的就是继续吹 这个什么 华为呀 华为本来都应该是低调收藏 就是别提着查了 没想到尬吹 强行吹 把这个东西弄起来 结果牛皮当然是吹破了 这背后我们要看出来 为什么这个时候就是明显都不行了 还是要尬吹 这看出来 中国政府真的是急了 不行了 穷途末路 一个东西你明明不应该再拿出来吹 应该是低调放一边 你都被美国揍得这么惨了 你就别吹就好了 结果弄除了这个东西 没东西可以拉出来吹 也是证明他这种道路 我说他道路有问题 路线有问题 尤其是同时 这个外资撤离也是很猛 外资撤离最新的情况 我们种种迹象表明 这个中国 经济这种衰退 是不是一种可控 现在都整个形式 不是一种可控的形式 和状况 我们一个个个来说 再来总结分析 先说9月5号晚间 美元直线达升 最近确实远远超出市场的预期 盘中一度升破104.84美元 创下了5月31号的以来盘中的新高 之前所包括其实是全球 全球都没想到美元这么强 然后非美元的货币 当然是纷纷跳水 也包括什么澳元 这小粉红红毛就说了 其他货币也跌 日元也跌 硬帮也跌 欧元也跌 又不是只有人民币跌 但是其他国家 第一个 我们先说美元 美元我们可以说说的原因 就是对于美国 这是美国的本来经济衰退什么的 我都不明白美国衰退什么 就整个中文自媒体圈 很多就是都 他的这种认知作战 反过来影响了大家的一个基本的判断 美国哪里有衰退呢 但就把这个当做一个一个话题 然后把整 其实把自己带歪了 美国衰退还加什么西呢 这是不是有谋病呢 但是就是这种对舆论的管控啊 什么的 带的特别奇怪啊 带的特别奇怪 然后这种加息啊 加息现在美国把加息当做一个 一个的头等大事来办啊 里面关键啊 我先拿日本跟中国比 日本跟中国比 两个都是货币贬值 日本你看啊 日本的情况 第一个 他并没有货币管制的这个需要啊 他并没有设置这个政策目标 人家的政策目标就没想把日元保住 就是一个政府 他是否成功出 你这我不是只看他长雨滴 是看他本来的政策目标什么 哪怕就是朝鲜 我说了哪怕就是朝鲜 朝鲜那个政策目标 你足球踢好了啊 朝鲜足球确实踢好了呀 人家踢的不好 就就就就去挖矿去了 哎 好像反正是有一段时间啊 他不不 当然不会长期都行啊 你比中国好啊 也比中国好 现在中国主要问题 他不能实现他的政策目标 日本最起码人家实现的一个外贸 哎 外贸搞得不错啊 国际旅游啊 这个这个旅游业啊 各种啊 现在都不得了了 最新我看那个日本服务业的PM 他大幅增长是五点五十四点多 属于大幅扩张的区间不断扩张 哎呦我的天哪 真的是太牛了 然后这个股市人家也是每天一个价呀 那这个天天天天创新高啊 非常强硬 非常的非常成功 这在几个领域都实现了成功 而抵消了这个汇率的因素啊 也这个注意的岸田文雄这个政府嘛 这个在在日本这边他推动 也成功推动了啊 这人家实现的这个政策政策目标啊 推动了工资的上涨啊 工资的上涨 这个这个在日本之前都不可想象啊 日本是已经三十年啊 这个一碗拉面三十年前这个这个价三十年后还这个价啊 工资啊 这些整个停了啊 然后岸田文雄这一波呢 确实把日本社会推出了一个改变啊 现在工资开始上涨了 因为他面临一个国际对比问题啊 这这一波推下去了 你看民间响应了 就人家设置一个政策路线出来 民间是响应的 民间马上涨涨涨收费啊 看着确实周边剪头发也好啊 这有点就是混损摸鱼的意思 你也涨我也涨 大家把涨价当作合理化啊 这个这个 然后就刷新了这个社会的认知 然后都都涨了 工资也涨了 就是把这个通胀拖一起来 那这就是日本想做的事情啊 所以人家是实现的这个政策目标 那当然他他这个代价就这个汇率 暂时就他暂时就让他扁 就让他扁啊 然后这个美国 美国他这个治理通胀 货币紧缩啊 给下一轮的经济衰退 留下空间 我说美国不用担心啊 担心自己中国 你别担心美国 美国现在加息加的五点多 人家一旦经济衰退 我之前都这么分析了啊 人家有大量的这个放松货币的空间 所以美国压根不用担心啊 美国是最不需要担心 而且现在美元已经成为避险货币啊 就西方他不是说完美啊 他就走这个现实主义路线 而且路线设计比较正确啊 中国只老老说科学 人家那个才比较科学 中国现在是找不找北 他整个政策是找不找北 我们要看出来 就无论他怎么吹吧 这之前我就多次质疑 这是中国怎么把 完全把保住人民币的希望 寄希望于美元下降 这个明显不切时机嘛 没人说的准 在国际上尤其美元这么大的体量 没人做装缩的准 他习惯的在国内 他操纵人民币 他一想着美元的操纵一下 当然当初这个判断也是 这些什么智库啊 给这个细胞子意见啊 专家呀太监啊 这个就给细胞子说了 美元不行了 美元啊 你看他这家家企家的 他都要崩溃了 其实美国一个政策目标不太可能 由于美国自己出台一个政策 导致美国自己崩溃了 这个是极其不可能 如果真崩溃了 他肯定有各种材料的 因为他人家做出一个加息减息 他都开会决定的 如果真导致自己崩溃了 他不可能做出这样一个判断 这都是公开的嘛 美国各个都持枪 我说那哪里哪里敢乱来呀 任何的施政都不敢乱来 在美国啊 所以美国这是很好的一个制度 所以中国这个 说是美国加息 自己加息把自己弄垮了 这些都不切实际 稍微懂人家这个逻辑 这个游戏是怎么玩的都不可能 又是美国又又是衰退了 美国衰退怎么又加息 是不是有 中国很稳定不断的减息 这不切实际一厢情愿的东西多了去了 中国现在整个政策 我就四个字 就觉得这一厢情愿 所以明显的一个一厢情愿 我告诉大家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习近平的 那个叫做四个自信 四个自信这个玩意 还满大街的来宣传 这就是一个极其怪胎 极其一厢情愿的一个东西 明明这个东西走不通了 遇到这条路走出是悬崖 是一是篮墙 愣是撞进去 我说不对 前面是墙 你撞下去不行 前面是悬崖不能往里面开了 他说不是 我们要有四个自信 我们要相信自己 这就是一厢情愿 明明这条路不能走了 他还是 我们要自信 你怎么不自信 你怎么不自信呢 这就是这么玩的 习近平就是这么 这玩意能不垮 那就见了鬼了 所以民众 现在寄希望于 也是一厢情愿 我认为 他寄希望于民众兜抵习近平的烂摊子 就现在还想割韭菜 其实这个也是一厢情愿 因为没有韭菜可割了 俄成的税都收到九十四年之后了 现在老百姓有几个毛去 你那个在 我说去兜抵 不是人家是政府兜抵 中国是老百姓兜抵 老百姓兜谁的底 兜习近平的底 你把这个楼市弄垮了 当时你就甭管他 他们自己吵垮的 他们自己的事 不用理习近平负责 但是你 这个习近平自己把楼市搞垮了 对不对 那现在又让老百姓进去协盘 当初就别搞 搞了半天 现在又又死无前递的吃鸡楼市 政策比没有房租不炒之前更激进 那这是个什么东西 这就是政策的失败 他整个政策 还有他的这个智库都是失败 整个都失败 我们也聊聊这两天 很多网友说聊聊 我这个找到一个角度来聊 什么尬吹 这玩意我觉得都没有可聊的 因为华为早都被美国打 打的是找不找呗 他整个的找不找呗 人民币找不找呗 现在华为也找不找呗 说美元到时候能下来 这不就是我刚刚说的一厢情愿吗 美元要是继续涨怎么办 你这个人民币还能不能搞 人家是不怕 人家没有设定这个政策目标 日本可能的旅游业还更加兴旺 人家是市场平衡 有多空双方 人家可以做多做空 这个市场它是平衡的 中国本来不平衡 这个东西 好嘎吹 说华为这个什么什么手机 什么什么60 我就甭说它这个了 这个说不说 我都不用说它什么硬件 这些都不用说 首先要说的就是 华为之前为什么这么低调 这本来就很低调 就是它被揍了之后 它不太适宜 再拿出去吹 然后把荣耀剥离出来呀 做了一系列的这个工作 其实我当初我最早最早的时候 我我是这么认为 就直接让华为倒了 把华为关掉 它也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 老子进谁 所以有的网友都开玩笑说 我应该进国务院 那但它这个体制 不可能要让我进国务院 但说真的 我自认为觉得我真的 比那些什么专家智库牛多了 我这真不开玩笑 我真的有点这么认为 因为当初你这个被美国一盯上 你干脆就把它关了 你再成立一个什么 什么新东方也好 什么 甭管他叫什么 什么 什么洗明灯也好 什么 是吧 你就换你个可 就完了吧 就是你哪怕你就继续耍流氓 我就甭管你 对吧 你非得就留着这么个壳 我也我也感觉很奇怪 说真的 你耍流氓你就把它关了 对呀 我们我们是市场经济 这个华为把它关了 弄了 所以面子比什么理智还大 弄是要继续吹这玩意 嫌美国制裁的还不够 尬吹 吹吹 现在 那想想怎么办 想实现一个什么什么结果 正式目标什么 吹这个目标什么 美国制裁失败了 让美国继续加大制裁 是不是 这个实现一个整 还有比亚迪 现在就一个华为 一个比亚迪都拿出来 我觉得吹小米都比华为强多 实际上 什么我 包括我觉得什么 OPPO Vivo都做的比华为好 人家起码创造了就业 创造了GDP和华为搞什么呢 除了把员工关在看守所里面 华为实现了什么呢 没有实现任何东西 然后比亚迪 比亚迪也是个尬吹 天天拿出来吹统计的时候 比亚迪把油电混合统计进新能源汽车 统计出来 这个 我比亚迪销量不得了了 人家丰田本田都没把油电混合统计为新能源汽车 如果要真是这样统计的话 丰田本田早都是全世界最大的新能源汽车 什么什么特斯拉早都往边上甩 他很奇怪 换了一个统计方式 统计局又生理了 当然是比亚迪的统计局 他把油电混合车 自己自己把从丰田抄抄袭过来的 油电混合车 当做新能源汽车统计 反正全全中国都让他这样耍牛马 然后就吹 吹了 现在不得了了 你看 比亚迪在慕尼黑 慕尼黑车展 这两天 慕尼黑人山人海 展台人山人海 比亚迪 人家整个车展到处都在山人海 奔斯宝马荒 这些都很虚 想吹什么呢 现在欧洲车企都做不住了 说比亚迪威胁到了欧洲传统车企 不得了了 宝马的首席执行官说 我们没办法跟比亚迪竞争 比亚迪太强了 天天就这样嘎吹 看一下在主流发达国家 他销量一年十台车八台车 怎么刷出来十台车八台车 告诉大家 让大使馆买一点 送一点 送一点 补贴一点 再搞点补贴证 这种拿出来吹的东西 他说一千到一万 他离不开什么政策补贴 补贴最后没有实现任何创造利益 包括什么第三世界出口 就是收人民币的出口 这也是个尬吹 就中国这种尬吹啊 他还是有代价 代价就是他没有创造任何效益 像我说的OPPO Vivo 这些好歹人家是死打死的创造效益 给经济起码创造就业创造收入 上到GDP 小米 我觉得这起码对经济来讲还可以 人家也卖出去 在发达国家也卖出去不少手机 也没这样吹 人家大疆无人机也没这样吹 人家真正的八斤有核心 一点核心技术的比较大疆 大疆无人机有没有这样吹 人家要低调 不敢吹一吹就爆了 大疆一直以来的中国政府别吹我 别吹我 我吹我就完蛋了 无人机确实比较敏感到时候 我就真卖不出去了 所以每次中 其实中国大疆一直想吹大疆 我知道大疆一直拒绝中国政府的别吹我 你们闭嘴别吹我 这是大疆 所以大疆是比较懂事的 然后这些什么比亚迪他就没动 他可以吹的 都是没用的 然后搞一堆收人民币的出口 也是拿出来吹 刷人民币的交易量 在国际上的占有率都刷这些 亏钱赚吆喝 这就是他的政策路线 所以这些都是错的 现在啊 昨天晚上有有情报啊 说路透社说啊 习近平又要投三千个一稿芯片 这就他急了 他急得尿了 习近平 没钱呢 之前都几万亿的投 现在哇 当时格力都说要投五百个亿 结果现在中国政府就拿出三千个亿人民币 我看真的是没没没钱呢 中央都没钱 这三千个亿 我说哇 这么难看 三千个亿 算了 你搞不成就算了 这玩意 这玩意 其实他自己体量也是非常有限 现在外国对中国的观感 我们都都看得非常明显啊 现在都都华尔街全部掉张 掉掉转这个这个风口了 为什么 他在人家布局其他市场吗 人家要创造新的机会 你中国没机会 我不能创造我的这些产品 华尔街是卖产品的 啊 这这玩意 就是说中国不能创造收入 我就 惹的我还被客户骂 人家就调整路线了 没 这里面 我 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啊 中国经济 现在衰退 其实不可避免 政策路线的这个破坏性是一个 呃 有的人说说民主 这个民主化能不能解决 其实民主化不能解决中国经济的衰退问题 民主化解决的明显是什么 社会危机 他不会动乱 啊 不会乱偷啊 这个社会大家 大家能够开会解决 啊 不会搞搞暴动 这是民主化 不会把这个领导员掉掉掉在凯旋门 哈哈 啊 掉在凯旋门啊 大家这个天天抽他 不 不会这样 民主化解决的是社会问题 其实经济 这个当初中国经济为什么增长 其实是很简单的 跟什么体制没有半毛钱关系 跟中国共产党体制没半毛钱关系 就中国当初比较落后 从零分考到六十分啊 啊 这比较容易 就像我们当年的考试一样的 啊 你要从一个很差很差的学生完全没学习的学生啊 从零分到六十分这是很容易的 很容易就突破了 但要从95分考一百分这就很难 95分考一百分下的功夫比零分到六十分多多的多 因为这这后面他在在往上走是很难的 啊 当初又有港澳台 就其实亚洲四小龙把这经验直接就搬到中国来 有现成的无论是模式啊 交通道路怎么规划 全是直接就照搬的 很成功啊 就从从中国这个这个改革开放成功 我们是看出来其实其实如果交给啊 什么什么一般的发达国家去什么英国啊 日本啊 当年 真 当然日本当当年法西斯也是不行啊 对如如果让一个一个正常国家殖民一下啊 这个殖民管理一下 这个中国真的早上 其实是一样的 这效果跟中国共产党管理是一样的 甚至还好 所以他纯粹就基基础薄弱 然后一下子上来 那现在上到一定程度 他他肯定就衰退 衰退本来都不是问题 只是只是中国共产党不能接受他衰退 他也不能民主化 所以就成了一个细胞 细胞是怎么来的 细胞就是中国共产党拒绝民主化 来解决社会问题 但是他的经济又靠不天 习报 其实大家要注意啊 这个可能时间不是很够 习近平连任才没多久 大家要注意这个时间 连任才几个月 整个中国经济就垮 大家思考一下为什么 为什么他连任没多久 这经济就垮 证明习近平的连任没有基础 他是强行连任的 连任之后整这个里面党内党外都不服他 都不服他 大家跑润 你强行连任是吧 我们走咯 这个胡锦涛说 我看看这个名单 你不给我看 把我请出去就走咯 所以习近平的连任是强行通过的 我们现在看出来 没有服众 就从资本 那个社会资本 还有这些财团 他没有得到这个允许 那现在他又不敢放 一放他就乱了 所以现在中国就卡在这个路线也是错的 大概时间有限吧 我们先聊这么多 主要就是骑虎南下 路线也错误 政策的制定也是失败 先说这么多 这个觉得不错的 打开小铃铛拜拜